一名男子鬼鬼祟祟把手伸进机车前置物箱 接着扬长离去 警方日前接获报案 有民众把机车停在台北市大安区一处巷弄内 没想到离开一阵子后回来 就发现放在机车置物箱的蓝牙耳机和香烟不翼而飞 立刻报警处理 但来听一段警方说法 被害人发现后 选警在周遭发现一名男子手持他的物品 所以向该窃嫌要回物品并报警 为窃嫌返还物品后随即逃逸 被害人报警后随即在附近发现这名窃贼 他眼见被逮个正着就把脏物归还随即逃逸 警方抵达现场后就在对象人行道 发现窃贼踪迹上前查验身份 发现他竟然还是诈欺通气犯 马上将人逮捕归案